HELLO 大家好 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身為Windows平板的代表作 Surface Pro系列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 除了價格以外的明顯缺點 記得我第一次使用Surface系列 是好幾年前的Surface Pro 4 當時寫字的手感真的是讓我印象深刻 經過了幾代的改款之後 外觀依舊保持著經典的設計 而內部的處理器則是一代一代的進步 這次開箱的是最新款的Surface Pro 7 Plus 這是第一次出現Plus的命名規則 照理來說這個時間出的應該會是Surface Pro 8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還有兩款超使用的配件 或許你會想說Surface Pro 7 Plus 是7的螢幕加大版嗎? 並不是 Surface Pro 7 Plus的差別在於 它是對於商務對象所推出的產品 一般的管道並不容易取得 當然有心要買的話一定也是買得到 它搭載Intel最新的第11代處理器 支援LTE和可拆換的硬碟設計 除此之外它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理論上11代的效能以及續航力都會更加優秀 不過大家都懂得 效能的進步通常只會出現在跑分 所以這次我比較期待的會是續航能力 但不用擔心 該跑而分還是會跑 4 Plus又如何? 我們先來看規格 手上這台Surface Pro 7 Plus CPU是i5的1135G7 內建Intel自行研發的X11顯示晶片 16G的LPDDR4X4266記憶體 256G的可拆式固態硬碟 螢幕為12.3吋 但解析度高達2736x1824 我就稱它為3K顯示器好了 它支持10點的觸控 正常的應該都夠用吧 說真的能同時用到3值以上的操作 我還真沒有想到幾種情景 螢幕我用校色器實測 SRGB色域達到99.9% 換算下來等級大約是72%的NTSC 另外Adobe RGB是68.8 DCI-P3為70.8% 搭配Surface Pen的使用體驗相當不錯 講到筆 我覺得筆有一點的設計比較特殊 就是它的筆尖設計層可以壓下去一點點 印象中好像Wacom有些的繪圖筆也是這樣子吧 除此之外 這支筆我覺得真的是很好用 例如說看PDF檔畫重點、寫筆記 或者是Photoshop跟AI的筆刷 左手旋轉移動縮放圖片 右手寫字畫圖真方便 除非要剪片或者玩遊戲 不然我覺得有筆就不用滑鼠了 畢竟平板是可以直接點螢幕的 而且筆在很多操作上也比滑鼠方便得多 鍵盤為磁吸式鍵盤 只要放到差不多的位置就會自動吸上連線 雖然我是機械鍵盤的忠實用戶 而且這把鍵盤跟機械鍵盤只有唯一的共通點 就是都是鍵盤 但它的手感我覺得是蠻好適應的 可能是因為它是薄薄的一片 在敲擊時比起一般的筆電固定在主機上 懸空又薄的鍵盤反而會多出一種震動感 而且這種震動感不但不會讓人有不穩固的感覺 反而有幫整體手感起到加分的作用 我拿來打程式的話感覺是非常滿意的 螢幕正面上方有500萬畫素相機 視訊會能保持你的畫面清晰 旁邊是Windows插露感應器 顏值登錄安全就不費力 雙重原廠錄音室麥克風 開會報告聽寫記錄真輕鬆 兩側杜比立體聲音響 音質普通聲音夠大沒什麼好講 螢幕左上方邊框短的是電源鍵 長的則是音量調整 與一般的平板設計類似 左右邊都有磁鐵可以吸住筆 但應該通常只會使用左邊 因為右邊用了之後所有的接頭都會被擋住 而且右邊的磁鐵其實本來是設計給充電頭的 只是剛好能吸住筆而已 並不像左邊有那麼穩 另外邊框左側有3.5mm耳機孔 右邊有一個USB Type-C和一個USB Type-A 還有一個SD卡的讀卡機 比較可惜的是USB Type-C不支援Thunderbolt 3 但支援螢幕輸出的充電 由於接頭實在是非常的少 在使用Surface Pro的時候 我都會搭配J5Creditor 專為Surface Pro 7系列出的JCD-324 鋁合金的外殼方形有外觀 擁有黑銀雙色可以挑選 重點是真的很薄 厚度只比Surface Pro 7 Plus厚一點點而已 接上去的時候背面幾乎是平的 而正面大概凸出來約1mm 應該幾乎是外接HUB中最薄的了吧 雖然薄但是功差又抓得很好 插在機器上面很穩不會晃 JCD-324可以將兩個接頭扣充成一個HDMI 兩個USB Type-A 一個USB Type-C 以及一個SD以及MicroSD卡槽 HDMI接頭還支援4K 60Hz的輸出 而Type-C槽則是支援PD60W的充電 1790元的售價有USB 3.2 Gen2 10G的速度 然後還有4K 60Hz的影像輸出耶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很誇張 現在2000元左右的HUB都不一定會有這其中一項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到Pyron網站看看 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底下的充電接頭也非常優秀 採用磁吸式的設計 放上去會立刻吸起來 微軟原廠有一款擴充的基礎 也是靠這個接頭連接 原廠附贈了一個65W的充電器 上面還有一個USB孔 可以方便用來充你的手機或者平板之類的 根據標示的輸出應該是5VEA 也就是5W的功率 比較可惜的是這個孔是純電力輸出 並不能拿來插隨身碟或者其他周邊之類的 除了原廠充電器外 我也很喜歡使用Olight A2淡化加快充 小小的體積僅175g的重量 卻總共有105W的輸出 同時拿來充電腦和手機還綽綽有餘 難怪才在集資階段就已經直接賣翻了 而且它幾乎支援各種主流的快充協議 內部的晶片會自動感應設備 所以不用怕把機器充到爆炸 方形的白灰雙色外觀 體積與Surface原廠的變壓器其實差不多大 有兩個Type-C和一個Type-A輸出接頭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充Surface的同時我還可以一起充iPad還有手機 自從入手了它之後 我就很少再使用iPhone以及iPad的原廠充電器了 一個打三個真的是很好用 包裝背面有輸出瓦數的分配示意圖可以參考 最特別的是它連Type-A的接頭都可以正反雙向插入 真心覺得很方便 而且他們公司很用心 之前出貨的時候因為充電器有發現BUG 所以二話不說就立刻召回 然後直接會換一個新的 來回運費也都是公司負責出 而且還送商品的折價券 這種不囉嗦的處理態度才是我們消費者要的嘛 再來回到機器 機器的背面是銀色的磨砂質感外殼 有一個能讓平板各種角度擺放的支架 中間有一個銀色鏡面的微軟Logo 稱讚一下這個轉軸的角鏈 主擬感調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結構也非常穩固 如果要畫畫的時候可以調成任何舒適的角度 除非你去重壓 不然手靠在上面畫也是非常的穩不會變 再來看到裡面 Surface Pro 7 Plus還可以選購支援LTE版本的 只用SIM卡或者eSIM就可以上網 實際測試網路的收訊和我的iPhone SE差不多 上傳和下載速度在同一地點基本上一致 LTE的功能對於商務人士來說真的是蠻方便的 不用一直手機開熱點分享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目前還不支援5G 但是4G的速度在外面開會或者是上傳一些資料 基本上也是很夠用了 另一個不同的是7 Plus可以換硬碟 但是它的硬碟規格特殊 是2230的SSD 所以一般人不建議嘗試自行升級 我猜測硬碟可猜的設計 可能是商務人士有重要的資料 讓電腦回損時比較好快速的拔出來 或者是換到其他電腦上面讀取吧 SSD的讀寫速度分別是 每秒2397Mbps和每秒1570Mbps 速度與非商務版本並無明顯的區別 搞不好Surface Pro 7拆開來的SSD長得一樣也說不定了 整台電腦單平板重量為788g 加上鍵盤後總重量為1093g 感覺上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輕 充電器的話重量為299g 比的重量為21g 全部加在一起大約1.4公斤 也就差不多等於一台輕薄筆電而已 講完外觀我們再來看看效能吧 Surface Pro 7 Plus搭載11代的Intel i5-1135G4處理器 但裡面是沒有散熱風扇的 所以我大概可以大膽的猜測它冬天跑分會比夏天還要高 跑分的部分我就快速唸過 Cinebench R20省電模式下只有767分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電腦特別卡 可以檢查一下是不是開到省電模式了 性能模式的R20分數來到了1731分 算得上是很不錯了 比R20底下的四二星八直行訊六代i7HQ版本還要高分 再來是PCMark的4343分 也與10代拉開了不小的差距 11代新的Intel X1內顯 3DMark Time Spy跑了1316分 Fire Strike則是3052分 這個分數大致上代表著它是與中大型的遊戲無緣的 但相較上一代 在X1內顯的加持下 效能增加的同時 續航力也能同時增加不少 聽完比較無感的跑分 我們來看看令人期待的續航吧 身為一台商務筆電兼平板 續航力自然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在PCMark的電源測試中 電源設定為較好的效能 螢幕亮度70% Modern Office是模擬日常辦公的狀態 從0%到4%以下自動關機總共撐了8小時53分 另一項IDLE測試就是放著掛機 也一共撐了12小時42分 續航力我覺得真的很優秀 我給它連續播放YouTube 它也撐了6小時59分才關機 如果日常的工作都是文書作業的話 充寶店出去一整天也不是問題 所以以前我也做了待機測試 待機10小時耗電量3% 看來我應該是會很少按關機鍵了 最後來聊一下我個人的心得好了 實際使用了一陣子 在外面寫網頁 寫一些小程式 或者是偶爾拿來隨手畫畫圖 做一個劇其實都是非常的順暢 除了輕巧好攜帶之外 鍵盤也很好打 開機速度快 觸控筆又能隨時記錄 續航力又長 也可以隨時的上網 就是兩個字好用 不過要說缺點的話 大概就是遊戲性能實在是不太行 基本上連打個roll的體驗都不會很好 不過我拿來打roll 似乎也是強人所難啦 畢竟它是一台平板 因為沒有風扇的設計 如果要讓CPU降溫 唯一的方法就是降頻 量的時候FPS都能破百 一熱就降到30 就算特效全關 只要電腦一熱起來 我roll的血量 就跟著幀數一起往下掉 但是在我拿一台電風扇直吹之後 似乎有好一點 總結來說這台Surface Pro 7 Plus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適合商務人士 以及平面設計師 他續航立場 效能不差 隨時上網 隨地創作 變成平板 也能方便的 直接跟人家demo你的PPT或者是作品 如果你是一位常出菜的員工 或者喜歡跑到咖啡廳工作的平面工作者 又或者是你是一位 常要跟客戶展示產品的業務員 那這台Surface Pro 7 Plus 真的是會相當適合你 換了新一代的CPU 名稱卻不像往年一樣更新成的Surface Pro 8 不禁讓人猜想 微軟是不是長的大招要在Surface Pro 8放呢 畢竟從世代以來設計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厚厚的螢幕黑邊 要說經典也要說是有點不合時宜了 微軟的意思就是微軟體 然後主要硬體 我的理解應該是沒錯吧 身為一家被軟體耽誤的硬體公司 我還是非常期待下一款Surface Pro出現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Enterbox 想看什麼開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到我們的頻道裡面去看看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